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朋友说实话很慌乱的 我昨天做了10个11个 我昨天如果加上今日脸机大概做了12个节目 所以我今天节目跟朋友说 我有时候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描述 有些朋友可能心里不舒服 因为我做节目多嘛 反正你不看那个就看那个 那对石涛的说法多少有点异点 我就跟大家说 如果你觉得受了伤害我就道歉了 有朋友说 操哥你没必要道歉 这个打 非常热 不是不容易 我只能说不容易 我这两天做节目多 前天做了11个 都做到夜里一点吧大概是 一般人没有这能力 不太可能 但坦白说不太可能 十四五个小时做十几个节目 你看卡尔松做多少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多少人 这个福克斯新闻网给他几个亿啊 他开一台节目 他开了一个卡尔松 卡尔松 卡尔松 Tonight 今夜卡尔松 一礼拜三期节目大概 他我想他就是半个小时 他不会一个小时了 半个小时最长了 大概给了他四个亿 十五个亿 哦 我们是涛哥 朋友们请石刀喝咖啡 哎 是这样 那那 真是想朋友能够能够理解 能够谅解了 我还是说那话 你觉得我伤害了你呢 我给你道歉 但是呢 这是我们个人的风格 个人的风格 这个地球上一个萝卜一个坑 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原来咱讲过试图改变别人的人 是今天的精英的政策 其实是当初毛泽东的人定胜天 那我为什么痛斥精英 我嘲讽说都是屁打头论 今天坏在精英上 今天出事出在精英上 而且精英最大特点 他把自己共为神 他把自己共为神 这是今天精英最大特点 我认识个朋友比我小不到 大概十岁吧 这个人废了 这个人废了 这个人是国内的 那时候叫神童吧 15岁上大学 好像也是科技大 神童竟是科技大 好像也是科技大 然后他到香港读了两个master 一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读了两个master 反正就这么辗转吧 后来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到了北美 他移民都得从头来啊 他不太愿意 他说我有两个master 我是神童 结果这人到现在 什么都误会了 什么都废了 他打 那你找不着专业工作 你就打工了 他打工 他觉得委屈自己 很委屈自己 所以出来十多年 二十年 不再二十年吧 现在基本都废了 靠朋友救济 他不愿意跌倒 你一说他 他还挺牛气的 说大家出去吃饭去 我说吃什么菜 我得吃这个 我得吃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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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北方馆去吃清蒸鱼 他到南方的菜馆去吃葱包羊肉 我说你怎么都拧着来啊 对不对 你南方人他都 他见不着羊 你吃葱包羊肉 你到大草原上的北方了 你去北方的菜馆 蒙古菜馆 你吃清蒸鱼 你什么胡来嘛 我们得尝尝不同的 精英啊 然后呢 那大家 他已经救济了 他也不会掏什么钱了 对不对 那他吃别人吃的也满顺口了 我周末讲闲话了 精英 神童 没有了能力 但他是最聪明 他看不起所有的人 今天的拜登 今天社会中主流 这个社会的主流 不是讲他大多数 而这个社会的文化 是以精英的文化出现 对吧 你去打工 你去专业工作 你现在的一套都是这个 所以人类社会走向末日 遭遇审判 就是今天的精英 把自己当成神 那川普不是 川普说了 拜登必须为阿富汗的混乱 向美国人道歉 全世界所有人都在打拜登现在 包括他的精英 这篇原文来自于Newsmax 那他他说是在昨天深夜的一个声明上发出来的 那在深夜的声明我还没有我没有看到他 因为他他自己那个telegram上 chino上没有看到 必须向美国道歉 允许军队在平民面前离开 允许价值850亿美元的尖端武器交给了塔利班 那俄罗斯中共国会复制塔 他说以便他们 而不是将他带回美国 这里他说的意思呢 就是他的意思很简单 军队先走的 对不对 然后把武器留下 这里面他谈到了武器价值850亿美元 他具体现在共和党人 共和党的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在查 要求国防部吧大概提供他到底有多少 到底有多少武器 现在能知道2020年2月份他就交售了一大批武器 所以武器当然他多少有一点时间性了 那你比如说在过去的五年里 过去的三年里交付这个塔利班政府的武器 如果过去五年里有些东西是使用了 如果过去三年或者两年里 有些东西都没用 都是新的 所以这是他他就明确讲述了 那这些武器呢都被塔利班拿走了 价值850亿美元 那川普当然是有他的有他的渠道 知道他他知道一些故事 那你说他作为前总统有他的一个保密 手密的规则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公开的 这是他这是他今天提出来的一个 昨天晚上提出来的 那在今天下午呢 他要在应该是阿拉巴马州 在阿拉巴马州的叫做约克农场进行集会 阿拉巴马州在前天他实行了一种 就是就是疫情的升高 实行多少实行了管制 但是在在此之前呢 川普早都定下来这这场活动 所以这场活动应该是他说是买票 他这里说4万人 我另外的报道他说有可能有5万人 我没有我没有去看到他现场的 Newsmax跟其他会有 但是川普会比较晚今天晚上 大概8点到9点他才露面 可能是因为天气炎热的原因 所以在这个坑井在这个坑井上 可以预知呢 今天晚上的集会他要突破10万 都不是件惊奇的事情 就是拜登的完整的这一个星期的表现 他从上星期日出的是 完整这一个星期的表现 成为了一个平台跟烘托 那所以今天晚上 川普的活动应该是异常的火爆 那这个集会的本身 已经是川普离开白宫之后规模最大 在此之前他在亚利桑那 凤凰城 他在佛州 都和另外一个俄亥俄 大概都举行过集会 但这一次是最大的 所以我个人也相信 他应该是透过他的渠道 有着更大的一个氛围 因为他自己的在在推特上 在YouTube上他很多东西是被封杀的 和我们的今天我自己的channel 我怀疑他也是给封杀 所以他们给阻挡了很多内容 但是我相信他的他的 他的他的整个渠道是有他的 因为你只要知道他在封杀你 你也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推特不去封杀塔利班的账号 去封杀推特明确 塔利班有账号在推特上 但是却封杀 我们现在看到的故事 所以这是一个本末 完全本末倒置的社会 跟环境 这种本末倒置 我眼睛里 那推特老板就是精英了 我眼睛里就是刚才那句话 精英把自己当成神 所以他就会否定神 那我身边是 我其实身边的朋友全都是 全都是读书的 尽管我骂这个读书的 那原因就是 读书是被灌输了思想 而不是你生命的本质 人要唤醒自己生命的本质 你有无尽的能力 这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可惜的 因为就我个人来讲 我从中受益 对不对 如果从受益的说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大家看这个 在这行里头 在我做的这行里头 就这么些人在做这种节目 所有人都能 你都可以看到 对不对 但是呢 这是一份能力了 要说他能不累啊 他能不热 他能不大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就 这就是想把好东西跟朋友分享 那大家看我节目都是一份缘分了 那结果听的人百般不耐烦 他一点都不专业 瞧哪样 你在这混这口饭吃干嘛 那你吃饱了撑的 你在我这浪费您伟大的青春干什么呀 您的青春在我这浪费一秒 您就老去一秒 而且你的青春再也找不回来了 小样子 2001年在军事上 以来军事上最强大的地位 这是拜登在上星期六去指责川普 在他这是星期六他指责川普 他指责川普之后星期日出事出在星期日上 所以精英的另外一个做法就是攻击所有对手 来表示自己的为他 攻击是最好的防守 所以这就变成了 而攻击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 在一个正常社会中 攻击不用付出代价 但是面对塔利班他就不敢攻击了 因为他真是杀人 所以攻击去掩盖自己错误的人 是最蠢蛋的 这个做法就是我通常说的 李连英永远把四个老婆带在他的身后 因为他是最伟大的男人 拜登讲说等到我来了 你合同定好了我来了 结果我就得选择退出不退出 所以这基本这是掩盖 拜登目前很惨啊 他这一份掩盖挺不起作用了 他在一个星期的时间 这不到一个星期了 今天有一个民意调查 他的支持率跌到了40%还是39% 大概损失了10个百分点 就一个星期啊 这个比重太大 就是所有人都在指责他必须为此负责任 而他关键他不想负责任 所以这就是他已经那个了 那我们昨天讲了CNN ABC NBC MSNBC 这都是我们当初说在大选中掩盖一切事情真相 协助拜登进入白宫的最核心 最核心的这个主流媒体 他们全反了全打起来 国防部长在第一时间反了他 所以这是件现实的状况 然后他讲内战了 那而川普就直接指责了他 在汉尼提的节目当中 他说我们退出来是件好事情 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人能够比拜登这么糟糕 在采取行动上 是 这是历史上最大尴尬 没错 这是两回事 对不对 退出的决定跟退出的过程 这是两回事 就像我举的例子很简单 每个人都需要上厕所 但你不可能你在床上或者在餐桌上 你就随地大小便吧 为什么 因为你说了人就得上厕所 那我就办了 那你所有人就说 那正常人不就是傻瓜了 哦 我们傻了 那我只能说我们傻了 对不对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人没有道德规范 把自己真当成总统使了 就完蛋了 人是总统 我说的意思是另外一回事 25名共和党参议员 已经要求清点整个设备 纳税人支付的高科技军事设备 被塔利班和恐怖主义分子拿走 这个不合理 我想这不是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对吧 这个东西是最现实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